根据报道 外交部长吴钊燮在部内建立一个line的群组 那么呢 包括了各个私处的政府主管 通通都得入群 而且要随传随应 结果呢就出事了 因为这个之前呢 吴钊燮有一件没有急迫性的事情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在群组里面呼叫 刚刚被拉入群组还不太搞得清楚状况的一个领务局长 结果呢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两则呼叫陈局长的简讯 结果吴钊燮部长的第三则讯息就是叫他 下周一要立刻递辞成内血痕 怎么回事啊 没有 我觉得第一个要这样讲啊 民进党政府要反思的是 请问支持劳工 挺劳权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写在民进党的DNA里面 姑且不要论一些法律上的细节 说公务员算不算劳工 那蔡英文总统不是有讲过 劳工永远是我心里最软的那一块 那所以你纵容你的下属 做了所有灌老板会做的事情 我们这样讲 我们先不管他外交部哦 如果有一间公司哦 叫你周末假日全天后在LINE上面待命 我叫你三次你不回 给我递辞成 哎呀 范云早就把你搞到家破人亡了好吗 范云以前是一个劳权的支持者一颗正义的象征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 你纵容吴钊燮让你底下人去大便都要带手机 不然你叫三次不回 然后就要递辞成 这干什么 有没有非法解雇的问题 有没有无故调职的问题 那好 我们直接讲嘛 你今天这个领事事务局局长 如果不是在洗澡 他在生产呢 他在产房里面生产的时候 吴钊燮可以说 我管你有没有在生产 我叫你三次不回 递辞成 哎 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其他还不用提 我跟你讲问题还多的咧 外交部最近已经又转型成 临床实验专业户 亚松生他在巴拉圭做帮高端 做临床实验 是跟亚松生大学合作 你看亚松生大学的公布 主办单位是谁 中华民国驻巴拉圭大使馆 我们这样讲 一个政府的外交部 可以帮民间公司做疫苗实验吗 如果今天这个疫苗实验 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人家的球场跟谁球场 他是跟外交部球场 他是跟中华民国球场 他是跟吴钊燮球场的时候 还没完 记不记得吴钊燮还有一篇公文 要求各外馆去跟各驻在国 问说你们要不要 我们的国产疫苗我们高端 做出来 如果有的话可以来谈合作 那请问现在外交部 到底做的是外交 还是做的是外销 你到底是经济部 还是外交部 我觉得现在这个吴钊燮这个家伙 大概已经搞不清楚 自己在干嘛了 你做 我们这样讲 我最后说一句话 他那个不算外销 根本像是直销一般 直销吗 真的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人家是公务员 所以这个能够这样子 就要求人家辞退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讨论 好 好 好 谢谢